那个同修 他以前学过前 他因为不懂 曾经说要把十年的寿 给他的儿子 然后他新加坡法会回来之后 他儿子呢 就梦见师父说 他妈妈的羊寿到了 同修为这件事情念了 放生了两百只甲鱼 求盐寿 小房子也一直在念的 请师父开始 他还应该怎么说呢 延了三年 只延了三年 所以不要随便讲啊 以为自己活得很长了 你说盐寿给孩子 到了时候盐王 老爷就把你批捕了 你开玩笑啊 因为你说给孩子的寿 孩子身体是会好起来的呀 因为他拿了你的寿呀 对 师父那他那个 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啊 就是再不断的放甲鱼吗 那的 继续放生呀 只有放生能延寿 做善事救人都能延寿 好的 师父那他两百只延三年 这个是固定的吗 他就是不断再放两百只 又能延三年吗 不是不是 这只是 说不定他再放两百只 能延五年也可能 他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按照数字来的 他是按照你业障的大小 哦 我明白 好